大家好,很高兴同各位新老朋友在云端相聚,一同参加新浪财经ESG全球领导者峰会,共同讨论可持续发展这一议题。 接下来,我会围绕ESG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前景这一话题展开分享。 当今世界正面临新冠疫情、气候危机、生态破坏、经济增长放缓等逐多挑战,制定新的社会契约,改善全球治理,共同应对挑战,以成为人类的共识。 因此,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责任投资理念,逐渐演变成为ESG,即环境、社会和治理。 ESG理念在全球的影响力正逐步提升,已经成为了助力企业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。 当ESG理念来到中国,又被赋予了独特的中国内涵。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,中国推动ESG转型的力度日益加强。 去年,全国碳市场开始第一年,就已经覆盖了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。 这一数据超越了欧盟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碳市场。 而在绿色金融方面,2021年末,绿色贷款余额增长,接近16万亿,存量位居全球第一。 由此可见,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将从根本上重塑经济、产业和能源发展的路径。 这也为ESG投资及发展带来了诸多的机会。 首先,值得关注的是低碳相关的投资机会。 能源转型投资方面,清洁能源特别是风电、氢能、光伏等具有良好的成长性。 其次,智能电网对提高新能源效纳比例有重要的意义。 工业拖坛方面,能源汽车、绿色建材、循环产品等行业受到了不少资本的侵来。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与ESG数字科技相关的服务。 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赋能ESG是经济体质增效绿色地摊发展的新动力。 在未来,能源互联网、智慧灵探源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将持续加大,新的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将不断地涌现。 因此,云计算、互联网、智慧能源等技术及其在ESG领域的应用值得关注。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转型金融。 建训ESG需要对能源、工业、建筑等高污染、高碳排的棕色企业进行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。 所需要的资金规模在百万亿元以上,转型金融发展潜力非常巨大。 建立良好的转型金融体系可以稳定国家能源安全。 面对千载难逢的机会,我们如何才可以保证这一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呢? 这就需要健全的监管与市场机制作为保障。 接下来,我将从监管、金融、评级、人才这四个方面进行讲述。 首先,信息披露是ESG管理的重要一环。 现阶段,信息获取不全,数据分析能力不足,仍然是企业和投资机构面临的共同问题。 因此,监管部门就关于加强ESG信息,尤其是环境信息披露连续发文。 譬如,上交所和深交所均在2022年1月更新了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指引。 可以预计,未来监管机构会进一步地采取措施,提高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ESG信息披露的质量,为ESG投资打好数据基础。 其次是推动金融支持。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是助力绿色发展的有力退手。 我们发现,传统行业在转型过程中,因为高碳行业的经济行为不能被认定为绿色,难以得到这一方面的融资。 第一,金融如何与碳资产进行挂钩,引导社会资本投入,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。 我们建议,国内金融机构需要从战略层面重视ESG投资的价值,尽早建立以双碳目标为导向的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发展战略。 第三,建立符合国情的分行业评级机制。ESG评级在国内起步较晚,目前仍然处于探索的阶段。 在数据库建设、评估内容、评级指标、评级方法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。 我们可以在接见国际经验的同时,充分考虑不同发展的阶段、不同规模、不同行业的特殊性,构建出适合中国本土化的ESG评价体系。 第四,加强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。 企业建设ESG体系和落实地态发展,普遍面临缺乏可持续发展专家的指导的问题。 ESG是一个复杂的系统,除了涉及环境、社会、治理方面等多个专业领域外, 还需要对企业自身业务、行业、技术、数据化等多方面有深入的了解。 吸引和培养人才,加强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将是知识的议题。 作为全球知名的专业服务机构,毕马威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里面, 并把ESG贯穿在公司运营及服务中。 2021年10月,毕马威顺布在未来三年内投入超过15亿美元, 专门用于在全球推进环境、社会及治理变革。 毕马威中国也连续两年发布我们的影响力报告, 披露了我们在旅行自身ESG承诺, 推动中国ESG加速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。 在服务方面,毕马威坚持建立信任并促进增长。 当下,人们越来越关注公司对ESG积效的披露, 这意味着审计师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。 通过披露、报告和监证, 我们帮助客户赢得投资者、监管机构、利益相关者和广大公众的信任。 我们的税务和资讯团队也与客户密切合作, 协助企业客观理清自身的ESG表现, 积极面对气候变化风险, 探索减碳、脱碳路径, 和资本市场、供应链伙伴以及客户深度合作, 加速推动、利益相关方实现绿色转型, 助力更多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。 同时,我们的ESG团队也在不断壮大, 尤其是在碳管理、脱碳、能源转型等诸多相关领域聘请了一批专业人才。 我们会持续加强员工的培训, 提升员工的技能, 使每一位员工都能成为ESG的践行者。 未来,我们希望能够和社会各界携手并进, 共同开拓中国ESG发展之路, 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分享内容。